也就是说这里面证明一件事情 柯文哲已经没有办法掌握民众党的走向了 被黄国昌掌控了 现在都是被黄国昌主导架空嘛 为什么操控 所以519办这个活动不是柯文哲决定的嘛 是黄国昌叫柯文哲你算哪根冲啊 你哪一根冲跟着我走嘛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现况嘛 他现在在外面 他不得不听黄国昌的吗 父辈受敌民进党蓝绿和沙要攻他5大案嘛 在党内面对的叫做黄国昌的压力嘛 所以他现在已经面对各种的压力嘛 所以他跟黄国昌讲说 敌人要的我们就不要 这没用 因为你到处都是敌人 所以他是不得不配合 对 他应该看得出黄国昌的诡计 所以他应该看出黄国昌的诡计 所以他到处都是敌人的时候 他就会找一个人了 那个人叫做陈佩奇 为什么呢 唯有陈佩奇才不会是他的敌人 其他人都有可能成为柯文哲的敌人嘛 甚至包含黄珊珊嘛 黄珊珊在5大案里面一定扮演角色嘛 在法庭工坊里面 黄珊珊当然是救自己 怎么会救柯文哲 所以未来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柯文哲的敌人 唯一不会成为柯文哲的敌人叫陈佩奇 因为天然传出说他退休嘛 对 然后说要选党主席 选台北市长 这有三个目的嘛 第一个目的 面对5大案追杀的时候 他可以说司法追杀 代夫出征 可以帮柯文哲讲话嘛 把他扭转成政治事件嘛 把他搞成选举事件嘛 这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他可以平衡黄国昌在新北市上面的力量嘛 他透过陈佩奇可以引导带领整个整党的选战跟提名嘛 否则会被黄国昌所带领嘛 第三个 如果陈佩奇选的不错呢 如果选的比那个黄珊珊还好呢 我2028我就回来了嘛 所以柯文哲下陈佩奇这招棋是很糟 这是太可怕了 说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招 可以出招之后平衡党内对他的所有压力 原来昨天在监察院前面 其实呢 看起来是柯黄两个在过招 只说柯文哲是不得不配合吗 还是迫于形势 必须去参加这场这个活动 那因为这场活动 因为包括这个绿伟林俊仙都觉得很怪 他说519怎么看都 像故意把阿伯仅存的政治能量 消耗殆尽的一个大戏 蓝美美姐 现在这个包括景苏菲都有说 因为在520之前 柯文哲很担心可能会被传唤 所以可能又要跟绿云这边 这个跟赖清德参加就职典礼 可能有点示好 但另一方面因为前一天又要去跑去人家 面前去给人家这个呛瞎 要去算账要去清算 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柯文哲悲哀了 他其实认为他智商157 他最厉害的什么寄生战略 以前寄生民进党壮大自己 然后来专门返民进党 然后吸收抢民进党的年轻票 然后来抢中间选民等等的 然后这个骂蓝又骂绿 现在问题是 王世坚文英勇世坚大哥的话 遇到了一个更厉害的寄生兽 那个寄生兽叫做黄国昌 黄国昌比较还强啊 黄国昌请问一下 当初是不是趁着太阳花的翅膀 是不是民进党也帮助他 所以他能够时代力量 他当然不分区 他罢免是不是民进党帮他躲过了罢免 然后呢 他在时代力量里头 把民进党清民进党力量全部清掉 不走小律日线 他要弄这个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垮了 不要搞到垮了 马上晋升到民众党 现在看着阿伯不行啦 五大案轮到阿伯身上了 他会那么不知道吗 所以如果今天柯文哲 你找不到马英九的李树德 你找不到李树德 那柯文哲真的是会非常危险 这就是他的悲哀 因为如果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舞台 那个光环能量 他真的没有政治舞台的柯文哲 总统落选人的柯文哲 今天他如果党主席的位置又不见了 那怎么办 那所以黄国昌一方面有声量 二方面找了七进的党人入党 你又怕他来夺你主席的位置 你要稳住 你一方面你不得不跟他蓄于尾夷 二方面你派你的佩琪出来 两手策略夹攻下去 否则我问你 失去了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光环不在没有声量 你的小草变成冲草了 变成轻冲的柯文哲 我请问你 柯文哲一无所有 你一无所有嘛 所以就算是气死黄国昌了 怎么样 一手防 可以一手不得不配合他 好 他会不知道黄国昌在干什么吗 就像俊贤所讲的 我请问你 519是礼拜几 礼拜天 民进党那边没有人在上班 对不对 第二 大家知道嘛 以前我在民进党中央上过班很久 前面那条路真的窄窄的 我请问你 你如果真的 你如果说要有这个很大的声势 你是不是应该在凯达格兰大道 结果呢你是什么 你是在这个小小的北平东路 还有你选在520之前 你说要跟民进党算总长 我们大家说716已经离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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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两万人上街头吧 他那时候还诉求明确 说什么公平正义嘛 房价嘛 现在呢 这次诉求很笼统 你听到他讲什么 他说要选什么 什么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 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啊嘛 那我问你 你一个游行要成功 太阳花学运是反复嘛 洪仲秋事件是因为他这个被虐死 对不对 那大家都有个很鲜明的主题 那当初他跟馆长的访红媒 也是旗帜鲜明 你这次有什么主题 这次很空洞啊 所以嘛 我跟你说 把那离离离离离离离 哎呦 阿伯啊 哪一根葱啊 叫大家上街 是阿伯要的 拉着柯文哲背书嘛 那柯文哲如果被你糟蹋到 已经是光环殆尽 能量消耗 空战声量没有了 现在连陆军大家小丑都不见了 你那种柯文哲 还有什么跟他赋予顽抗的余地呢 所以这就是说较乱买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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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但是我们最后要讲的是 从黄国昌到柯文哲 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不管是现在目前这个党 声量最高人 还是这个党的党主席 他们共同特点是 没有中心价值 同时呢 心中没有人民 极度的自私 极度的自立 那小丑们你还不觉醒吗 你们最痛恨的高房价 今天黄国昌面对金华城案子 对他老板的事情沉默不语 相信柯文哲的清廉 今天你们最讨厌的 中国要拦止台湾 黄国昌要退回 让沈柏阳的提案都提不了 要监督这些有国家机密人员 到立委到中国去要报备 这些全部被他阻挡 小丑们 你们还不觉醒吗 对 佳凯你们怎么观察 柯文哲现在的情况 会不会很乐见 终于这个 哇 然后又台北这个 闭案缠身 恐怕很难翻身了吧 有些东西啦 迟到总比不到好 对不对 迟来的正义 对不对 但算不算正义 还要等待司法的判决吗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下 现在一次的五大逼案 第一个 柯文哲常常对媒体就说 他们之前开记者会嘛 台志光你们不按 不办 然后再办我 办我跟我有关 可能一次跟我有关的 金华城啊 北市科 还有到现在的雨果市场 拍谁 我跟柯文哲说一下 民众长说一下 台志光是最早被办的案子 我们同党的议员 陈崇 不是早就被搜压在里面了吗 早就在司法程序 你是睁眼说笑话吗 再来我说 最近的雨果市场 为什么大家感触很多 大家还记得 总统到选的时候 常常蓝绿 再打一个议题嘛 就是80亿的前证雨港嘛 先不说那个预算哪边来 他原本从3000万涨到80亿 但是这个东西你看 200亿的经费 是前证雨港几倍 2.5倍对不对 一个雨港 那么大的雨港才80亿 你这个雨果市场 为什么要到200亿 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去 所以市议员才去按铃申告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你说不清楚嘛 所以我相信司法会 还大家一个真相 在我说啦 5月19号 民政党你要去 民进党的中央党部那边 去游行去说什么 去质疑蔡英文 或是给赖清德喊话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希望啦 那一天你们既然都动员了 我也希望你们帮阿伯说话 那一天5月19号 可以顺便就进去台北市的T17 T18刚好是养小草的一个地方嘛 小草去小草的地方刚刚好嘛 去问一下台北市政府 我们阿伯到底做错什么 还不阿伯一个公道嘛 不只要帮未来的潜在 有可能要选新北市的 他肯定很坏哦 也要帮你们的党主席喊好 让话嘛对不对 因为这些既有今天的民众 我必须说不论结果怎么样 不论蓝白之前怎么样 或是白绿之前怎么样 民众党他没有泡沫化 这个桥段应该黄国昌不会 他存活下来 而且黄国昌说没有20就没有2028 你们还是 我说实在 如果没有柯文哲 你们没有2026啦 说实在很多小草是信奉柯文哲嘛 能不能转移到信奉黄国昌 值得努力也有机会 但是在这个关键眼 柯文哲遇到他所谓的业障众的时候 你们应该不只要去民进党的党中央 也应该去T17T18 在小草利用小草 帮柯文哲喊好 是柯文哲民众 现在内忧外患 来洁明哥 柯文哲所面临 可能是空前的一个政治危机 那现在只能跟绿营示好 就可以躲过司法追溯吗 事实上他现在已经 丢失了两个中央的一个 所谓的我们说的资助 第一个就是阿扁 可能将来有可能被释放 或怎么样 接着蔡英文这部分 曾经有跟他就是示好 来一起聊一聊天 就他出卖了这个蔡英文 说啊这个你事实上呢 是有介入到NCC 好那蔡英文这个 这条这个帮忙也没有了 那现在对于赖清德而言 基本上来说 当然因为民众党 还是很主要的一个立法委员 你没有巴西嘛 所以当然会形理如意 但问题来了 今天你柯文哲的势力 真的可以介入到立法院吗 现在大家几件事情啊 现在立法院 你说你现在说 现在他说立法 现在不要团进团出了 但我们现在看到 到底真的敢 谁敢团不团进团出呢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你阿伯说的话 现在是黄国昌说的话 所以对于柯文哲而言来说 他真的没有想到 他引进黄国昌 当时这个谋略 其实是消灭时代力量 想把时代力量选票 转到民众党来接收 时代量年轻的选票 结果没想到是硬狼入市 结果他提早剖脚变成傀儡 现在柯文哲叫做傀儡党主席啊 所以我终于可以体会了 我们上次讨论到 黄国昌不是在开直播的时候 叫柯文哲拿根冲上街头 后来不是有一年人穿的 哈哈哈哈的笑容吗 我们现在知道了 因为他觉得他诡计得逞了 他设了一个大圈道 让柯文哲 你去不去 今天这个活动 到底是我黄国昌 带你民众党上街头 还是你柯文哲 带民众党上街头 而且事实上黄国昌 现在不是只要 只是要接收民众党 现在还去黏这个侯友宜 他打算在新北市 要跟侯友宜关心 当然下一个步骤 可能所有的国民党的议员 都可能有机会 跟黄国昌同台 他讲要用高宏安模式 当初林克人被弃保嘛 所以现在小兰 他变附水组织干嘛 列解国民党 到时候复制高宏安模式 他做他的春秋大梦 新北有29区 结果他现在可以看到黄国昌 他来到了重点区 都只有三个区 板桥啦 新庄啦 卢州嘛 对不对 难道 林淑芬跟他下站铁 他不敢 我说实在的 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要选市长 格局还不到那里 但是板桥刚好 汐止刚好 叶元智跟廖先祥的议员缺嘛 所以我看起来 他现在还只有选议员的资格啦 我们总的角度来说 其实黄国昌 我们都以为柯文哲 寄生能力很强了 我现在知道 黄国昌寄生能力 真的是话乎无形为 这个吹修啊 所以我们故事很清楚 当时你还记得 当时馆长曾经开一个 我们这节目有讨论嘛 馆馆开一个直播嘛 那边IUM说 你又要叫我去上街头了 我当时一毛钱都没有收到 我还这个直播变少 东西卖得很差 当时我们在想说 他到底在说什么 原来那时候 其实黄国昌就已经打算 要在3192搞这个活动了 那要问问看 这个馆长又要帮忙 所以这些 我们说的 有些黄国昌的始终者 好 就已经知道 黄国昌做这个动作 就逼问这个馆长 你要表态 所以馆长已经生气了 我又没有收钱 好 那我现在这个状况 是这样子 你不要再照做了 好了 所以 其实这个密谋时间 如果你从馆长算起的话 黄国昌要在 519搞掉柯文哲 因为现在明显的嘛 人不多 就搞掉柯文哲嘛 原来已经密谋超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因为现在包括柯文哲周围的幕僚 都开始替黄国昌说话了 如果519人数真的来就一两千人 那个人数稀稀疏是更少的时候 基本上柯文哲周围的人 请问一下会不会开始看风向了 因为总是政治要求生存啊 如果黄国昌声量这么大 他可以带领所谓直播组什么声量 而且钱可以进来 请问一下柯文哲周围的幕僚会不会一个挖解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还剩什么 他真的只剩陈沛琪了 那现在黄珊珊遇到五大案 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而且黄珊珊心里也觉得 我相信他内心终于有 五大案会不会也牵连到黄珊珊啊 他是副市长 这些觉醒的内容都是在 他当副长 所以是彭珊珊主要 但是他这个果菜市场都是 你看他每次去果菜市场 很多人都给他送什么凤梨之类 这些案子当然不会见到黄珊珊嘛 你看当时我们举个不用说 是科案 请问一下黄国昌有讲话吗 一句话都没有讲 安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但谁在提柯文哲辩误 是黄珊珊啊 所以黄珊变剑靶啦 但是他黄珊灯问题来了 如果这进入到司法的一个过程当中 请问一下黄珊珊 那民众长两颗最大的支柱都倒了 柯文哲黄珊珊 都反水了 那黄国昌就变成是 而且黄国昌现在又夹着腹水佐支 夹腹来自重 所以有人说他是腹水支 但对不起 某种程度 他是拿腹昆起来 这个夹腹来自重呢 所以回头一件事 科文哲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个短短三个月时间 他几乎已经面临到兵败如山倒 从一个主席现在变成傀儡 这个变化速度 我觉得科文哲已经没办法 你已经没办法想象 你真的要靠赖清德 对不起 赖清德也没有办法帮你 柯文哲 好 赖清德总统呢 520即将就任总统 那现在蓝板呢 因为柯文哲有说 要去参加520就职典礼 那蓝委呢 国民党他们说不去 国民党团宣布 520呢 不出席 在立法院要做公务 可是呢 马文君他们原定 要去登太平岛 16号呢 延起了嘛 他们现在说延到18号啦 如果那个怎么看 现在国民党到底是打什么样算盘 18号登太平岛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呢 那么他们本来16号要去 但17号要表决 应该没有错的话 就要表决几个国民党一些 荒腔左板的案件嘛 对 所以他要动员 动员了以后他怕说 16号因为飞到 我去过这个东沙岛跟太平岛 你就算是搭军机 你要飞越过人当中 飞来飞去 因为那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飞航本自区 不是我们的飞航情报区 所以有很多的变数 他们怕飞不回来 到时候 达手会输就对了 所以他们沿到这个18号去 那18号是不是更接近520就对了 要这个伸扬国威 那么要宣扬说 是我国的领土 每一天都可以去 只要你心中有领土 哪里都是你的领土 如果你要真要按照 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连对岸的中国大陆 整个土地都是我们的 讲难听一点 连那个蒙古人民共和国 还都我们的 那么如果你要按照这样讲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 台湾的立法委员 一定要踏上的才算领土 那麻烦你去一下哪里 彭嘉宇 七星宇 还有这个大二胆 然后高登 你们每个都要去 每个岛都要去是这样子吗 去当然不是问题 去太平岛 还有人去拿这个说 太平岛跟洞沙岛有开放这个 等于说学生 还是做相关的 类似那种下令营活动 所以为什么他们去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立委去就有问题 废话 他们去是单纯的 学术交流等等的活动 运动我也去过 我也是专案申请 他们不是用政治因素去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此时此刻去 我问你为什么此时此刻去 你平常为什么不去 你选择在此时此刻去 就是有你的政治企图 中国本来是一直把 比如说太平岛东沙岛都我们的 他一直弄这个东西来 然后甚至有一度还说要攻占东沙岛 还记得 所以我们海军路战队66旅 才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们这个等于说 现在最近他们聪明了 为什么树敌太多 你看最近跟菲律宾在那边用水炮 在那边打得乱七八糟 对不对 到处都树敌 树敌太多 北边有日本 南边有菲律宾 全都是玩手人就对了 所以对太平岛跟东沙岛 他们现在改变一个策略 尤其是太平岛 太平岛改变策略是什么 它现在变成 你们这个国民党去了以后 就是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中国我们宣誓 我们的相关的领土 跟我们的国土的国威 他们现在把它弄成这样 他现在用这样的方式给它演绎 其实也是想要回避 赖清德总统就任 也是吃豆腐 也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最担心的 事实上中国想尽办法 要遮了这个所谓的520 赖清德就任 要不然我请问你 习近平已经 多少年没有去欧洲了 突然间跑到欧洲去 也是为了这个 跟法国塞尔维亚 匈牙利等等 我在这边再次呼吁 大家没事不要去欧洲的 匈牙利旅游 很简单 他今天再度跟中国 唱和一个中国 很简单 这个国家是欧洲里面 对我们台湾 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国家 他甚至跟中国签了一个 秘密警察制度 以反恐 以这个法国巴黎办奥运为由 随时可以收你的包 随时可以收你的手机 逮捕你的人 不要去 就是这样 匈牙利这个国家 可恶自己的国家 那么很简单 你去你就能够宣扬国威吗 你去了以后 本来就是我们时事控制 如果台湾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去就可以宣扬国威 我个人建议住着 Long Stay不要回来了 你知道吗 住一个月 常住太平岛 住一个月试试看 我在那边住到第三天 就有点 就有点 受不了了 你要知道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 不是你我想象中这样 他是靠矿泉水 他是靠运补等等的 那个地方是 大概是男生 以前海军路上 我去的时候海军路战队 后来变成海巡署 几乎都是打吃搏的 为什么太热 你知道吗 现场是非常热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嘛 纯粹就是一场作秀 而这场作秀就是摆明了 老共要把你利用来作为 他的政治宣扬的一个工具 你明知道你要去被人家 做统战的工具 你为什么要去 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利用 很简单嘛 你难道不能521去吗 你难道不能之前一个月去吗 你就故意挑这个时候去嘛 对不对 所以呢事实上呢 我们在做什么事 台湾的处境跟人家都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徐晓鑫做这个 把外交部的秘密公文弄出来 大家会那么生气 然后包括捷克也很生气 大家那么生气一个原因嘛 台湾面临很多很多的打击 跟处境都是来自于对案中国 然后中国的打压 我们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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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